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韋恩 我們今天還蠻特別的 我們來到了北海道的札皇 然後今天是12月7號 但天氣其實蠻不冷的 現在應該是七八度左右吧 還蠻舒服的 然後我們今天是跟一個 算是工作的旅行團一起出來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大通站 然後這邊最有名的就是那個 那個電波塔 然後大通公園這邊也蠻有名的 然後現在大家看到這邊這個 Illumination 我們晚上會來逛逛看看 我們的導遊說 這棟Cocono Suzuki 好像上個月才開的 11月才開的 然後也是札幌市區這邊 新的一個商業設施 我們剛剛吃完那個湯咖哩之後呢 接下來要到一個就是 札幌北海道這邊最新開幕的水族館 叫做阿歐阿歐 我覺得這個地方啊跟我手指的那種水族館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水族館它更像是一種 嗯...美術館的感覺 或是說它展示的東西其實 我覺得很精緻 然後看起來就是比較小巧 然後有設計感的一個地方 所以... 嗯...會跟你想像中那種 很大的水族館感覺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 參觀起來的感覺還蠻特別的 這邊看起來像 標本的企鵝是真實的喔 好... 嗨大家我們剛剛逛完那個水族館 然後現在回房間了 讓大家開箱一下我今天住的 Sapporo Grand Hotel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我們今天的下一站來到的是 Sapporo 札幌這邊有一個啤酒博物館 這邊這個喝起來比較苦澀一點 然後比較有那個賣的味道 然後這邊這一杯的話 喝起來就是比較... 比較甜 然後沒有那麼苦 那這邊還有北海道限定 很尷尬的一口味的Biscuit 我們晚上的行程 來到了大通公園 現在在那個 札幌電視塔的下面 然後等一下呢 會上去上面吃晚餐 我們下一站 要去這邊有一個 慕尼黑市集 逛逛看看 這邊也是聖誕氣味 非常濃厚的一個地方喔 慕尼黑市集 慕尼黑市集 我們今天的晚餐都在 Sapporo Garden 吃飯啦 這是在那邊 炸好電視塔的餐 並做風景很好喔 吃飯 就這麼近 有一點點 吃嘛 吃面 吃個飯 吃 吃 吃 我回到飯店了 現在時間是10點40 然後我們剛剛去吃完雜晃這邊的 北海道這邊的特色 就是他們晚上喝完酒之後呢 像東京園那邊是吃拉麵做結尾 那北海道雜晃這邊是吃一個パフェ做結尾 所以看到剛剛的片段就是我們在一家叫做 夜晚的パフェ的店 吃パフェ這樣 那明天早上因為我們要去一個魚市場 那4點55不要幾個 所以我現在趕快要洗澡就這樣了 那我們大家就明天見囉 掰掰 嗨大家好 現在是早上的5點15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要到那個 雜晃這邊的魚市場 然後看一下魚市場這邊的 各種運作的方式 好身邊聽起來應該非常熱鬧跟吵雜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魚市場囉 哇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鮪魚在這邊 超酷 這個魚市場這邊啊 真的超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後方延伸出去還有超遠超遠的 就是很大的空間 現在準備要來看我人生應該是第一次的現場的鮪魚競標囉 我其實還蠻期待的 做的東西怎麼想到這麼多年 還有讓我可以期待的事情 在這個台子中間的 一直到那一頭的鮪魚 應該就是我們等一下要看的競標的對象 現在來到相對看起來非常和平 而且聞起來非常的 很香的 有水果味跟菜味的果菜市場 好那在我們的果菜市場這邊一樣 也會有競標 就是不同的蔬果類的產品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吧 哇 它這個干貝啊 超級好吃的 就是 除了吃起來很鮮甜之外呢 它的那個口感啊 跟Texture 吃起來跟一般的干貝 我吃過也蠻不一樣 就是多了一個比較 呃 有一點點嚼勁 但是呢 吃起來還是蠻柔嫩的 然後那個海鮮的鮮味的 那是蠻濃郁的 好吃 嗨大家 呃 我們現在在那個 雜黃這邊的地下 算地下通道吧 地下街 那雜黃這個地方 它的地下街非常的發達 然後剛好也跟我們 就是昨天住的那個 Sapporo Grand Hotel 是有相接的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 從北海道 每年都有很多下雪的時間嘛 那不管是積雪或是下雪的時候 其實在路面上行走 我們就沒有到那麼方便 所以這邊其實是有著全日本最長的地下道 對 所以我們今天現在 剛從飯店 Checkout 然後呢 我們走這個地下道 然後到北海道這邊才有的 張宏這邊才有的一個叫 Saco Mart 的類似便利商店家超市的地方去逛逛 我們就能使用看的 最高的地方 然後就有主要 就算這裡的地下 重量對手 其實沒有很不一樣 有沒有 那個牛軟體 可以採用 有主要 是 有主要 就說 好不好 從 metallic 雜貓 從 taller 從 有 到 我們剛剛大概開了快要一個小時的車 然後現在來到了那個雜幌市的愛奴文化交流中心 來這邊要來認識然後體驗一下 在被害到這邊原住民特有的愛奴族的文化 在這邊呢它有那個紀念攝影的寫真 就是你可以穿上愛奴族的傳統的衣服 然後呢可以在他們提供的這個小小的攝影棚 然後前面呢排張照 然後是免費的 然後這邊就有衣服可以選擇啦 完成囉 這邊除了剛剛的手工體驗之外 還有一個展示室 就是有點類似博物館的小空間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有蠻多他們的 愛奴族的傳統的服飾啊 然後還有像是以前 男性打獵用的工具 這邊有獵刀啦 剛剛那邊有弓箭 好 首先一進門玄關處 就有一個地方還蠻不錯的 是它有一個獨立的鞋櫃 所以可以把鞋子放在裡面 好那我們進來房間呢一看到正對面 這個是泡溫泉的各式 然後還有那個洗臉的地方 左手邊這裡是客廳 然後再往左邊轉 這間呢就是我今天要睡的雙人房 好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那種下面有木頭的地板 上面擺了兩張床 看起來蠻典雅蠻漂亮的 客廳這邊就是也蠻漂亮的 蠻寬敞蠻大的 它除了客廳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Terras 就是Terras的區域 類似靠近窗戶 落地窗這邊的一個小小的陽台 陽台區 好這邊呢有幾點巧思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剛剛房屋人員跟我講說 因為現在就是希望對環境更友善 所以這邊的水呢 你可以在這邊到那個自來水來喝 然後因為這邊定山溪的水源 是高山上流下來的水 所以應該是會蠻蠻純淨的 那這邊的話 如果想要泡茶的 可以用這邊的日式的茶具 然後這邊有附一個小點心 另外呢 這邊有泡茶的器具 然後 這一點還蠻厲害的是它 那邊有附一個小甜點水果 然後另外呢 這邊的飲料包含 冷氣泡水啤酒 都是免費的 那陽台區這邊看出去呢 應該會是定山溪的風景 那因為現在目前是晚上 所以我們明天早上再拍一下 早上的風景給大家看 好接下來就是這個房間最大的亮點 重頭戲啦 它有一個單獨的 溫泉的浴室 就是一個個室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面泡溫泉 然後剛剛房務人也有說啊 這邊呢 流出來的水是來自定山溪的 源泉的水 然後再加上一些冷水 因為定山溪源泉的水呢 高達了80度 所以呢他們有加了一些冷水下去 混合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在房間裡 悠哉的泡澡啦 好最後是浴室 這邊有兩件浴袍 浴室看起來也是就是蠻華麗 蠻漂亮的 這邊還蠻特別的 是它的房卡設計的 非常的精緻很漂亮 是那種木製的 有點像明片夾的感覺 嗨大家 剛剛吃的超飽 昏溫欲睡 然後現在 在房間洗完澡 要泡這個 定山溪這邊的 溫泉 好啦 那因為今天的行程也蠻累 4點半就起來去那個旅市場 所以 就明天的行程 最後一天再見啦 掰掰 晚安 嗨大家早 剛吃完那個飯店很好吃的早餐 那飯店我覺得還有餐點都還蠻有水準 然後準備要來check out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是我昨天泡湯的地方 然後它白天的風景其實是長這樣 就是有那個溪 然後還有雪景 我覺得還蠻美 蠻值得一看 然後你也可以坐在飯店 這邊也有提供那種椅子啊 座位區 對 就可以坐在這邊欣賞這個 然後我們起來看這個風景 心情會很好 做第一次的雪中飯粥 初步體驗 雖然我個人是沒有飯啦 因為那邊有個小哥在幫我們 在幫我們划串 好我們現在那個半周到一半下 下船了 因為它剛剛帶我們從那個水比較深的地方 然後一路就是滑到現在水這邊 靠岸比較淺 然後 這邊據說有一個溫泉 帶大家去看一下 溫泉應該就在這邊了 好 我們剛剛在那邊看完溫泉之後 然後現在走過來這裡啊 竟然 還生了一個小小的 camp fire 然後他們說可以喝一杯熱茶 這個體驗真的超酷的 突然覺得有一種 在大自然好像也不錯 雖然我現在手快凍僵了 但如果不用拍片的話 我應該 好像有點喜歡這種感覺 好 我來吃一下我人生第一次學中泛洲棉花糖 更超酷的 在這個雪景當中享受的棉花糖 哇 看好爽 超讚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飯完粥嘛 然後現在中午呢 要來吃雜黃這邊最有名的 Gengis Khan 就是羊肉的那種燒肉啦 我們午餐吃完了這邊的特產 成吉思汗的那個羊肉的烤肉之後呢 因為這個餐廳的位置就在這個羊秋 楊之秋的展望台 所以現在帶大家去看看風景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展望台有哪一些景點 遠方應該可以看得到一些山啦 但因為今天天氣不太好 所以呢 只能大概看到 遠方的城市的風景 這邊有賣那個各式各樣的雙麒麟 然後很特別是它有那個白色戀人口味 但我沒有買白色戀人口味的 就沒有為什麼 我單純想吃一下這個牛奶口味的 畢竟北海道牛奶很好吃嘛 它很好喝啦 很好吃 whatever 其實蠻冷的